好了除非观众朋友大家午安 我们持续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动态 北台湾的朋友您可能会感觉到天气都已经变稳定了 不是吗天气这么的炎热 好的确北台湾雨势趋缓非常明显 可是我们来看看南台湾 从昨天也就是8月7号半夜12点 累积到现在此时此刻12点钟的累积雨量 现在12点25分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 第一名依旧是在屏东县的雾台乡 目前的累积雨量已经破千1046毫米 这个累积雨量的确有暴雨成灾 包括了部分地区像是马家乡 在今天早上在这个乡长接受访问的时候 就特别说了 的确是他们的物资只能够再撑三天 所以希望各界可以帮帮忙 希望市府可以听到很多村民跟乡民的声音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第三名 同样是在屏东三地门乡 目前的累积雨量也是突破了870毫米了 另外第四第五名是分别在高雄的茂林 以及高雄的六归 这两个地区同样是大雨小雨这样下不停 同样累积雨量已经突破了730毫米的累积雨量了 那我们就要来看到了 现在台风在哪边 好第二张浅深路镜图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卢壁台风 在凌晨两点钟的时候 已经继续在杜申格为台风 那么现在是个轻度台风 远离台湾了 目前会朝日本九州的方向 会直扑日本九州 的确很多气象专家都说 其实很难得会有一个这么奇特的台风 因为它一下来一下走 一下升格一下降级 所以的确会让很多气象专家觉得说 真的是难得一见的特殊台风 而幸好目前这个雨势趋缓 北部地区现在恢复到高温 典型的夏季形态 那么高平的山区还是会有短时强降雨的 到了明天西南风虽然减弱 可是还是持续影响着我们的南台湾 中南部地区 到了明天还是会有短暂震雨 另外礼拜二我们看到是各地恢复晴朗稳定天气形态 可是还是会午后雷震雨 出门记得西带雨具了 好继续来看到是豪雨特报的范围 好我们来看到一下 现在的豪雨范围同样是在台南高雄跟屏东 另外呢大雨的范围是在彰化 嘉义跟台东线 请这几个地区的民众要多加留意 另外来看到是叫水的预报图了 好从今天白天 比较明显的是北部雨区的趋缓 可是在中南部的山区 好同样哦是豪雨大雨不断 所以要请山区的民众特别留意了 土石很松软哦 这个非必要的话 尽量不要前往山区 如果您在山区被迫要撤离家园 请您一定要听从指示 因为山区同样是状况 好不太乐观 还是很危险 到了晚上之后呢 南部地区的雨势逐渐的趋缓 可是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降雨 而最后的与你聊天器给您几点提醒了 我们看到啊 这个沿海地区沿防海水倒灌 而低洼地区沿防 淹水或是积水的情形 另外非必要 请勿前往山区 沿防落石 还有摊坊跟土石流 以上只是这一节的气象资讯 沿海地区沿防海水倒灌 尽量的海水倒灌 至百日区沿防海水倒灌